各位下午好 我们承接早上我们已经大概讲了几个app 大概让你们知道说我们接下来呢 我会希望让你们先去玩游戏的感觉 例如说我们去玩app 让你们在不管是学习上面 例如说假设我想要学好英文 或者是说我今天我想要去网络上找 找一些蛮实用 用在我们公布上面的一些app 来跟你们做分享 举例来说 我觉得我们还有几个 我必须要讲完的app 常用的app 举例来说 各位应该都知道我们有一个app 它是属于 例如说天气好了 天气 那我现在我们来继续来观看一下天气这个app 好 当然我们首先先去这个清单里面去找 我觉得像那个天气啊 相机啊 这些我觉得都是蛮不错的 好 我们先去看这个 list 就是app清单 好 请点app清单 然后接下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天气 照着看有没有天气 不过我的这一台有新闻与气象 但是这个气象 它是英文版的 我看一下 好吧 那我可能不太方便介绍这个 因为我点进去之后 它全部打开都是英文 好 所以 我想介绍这个效果可能不是很好 那我们看相机好了 我们先来介绍一下相机 每一个手机应该都会有相机 举例来说像iPhone 它也有相机 那我现在我用的这一个HTC的手机 它也有相机 所以我们点进去相机 相机的主要功能就是拍照咯 我的相机 这样我就可以进行所谓的一个拍照 例如说拍各位 或者是说我现在我拍 我现在的一个画面 然后如何去拍 是不是就直接点最右边 最右边有一个相机的图示 我就可以进行拍照了 这我想拍照应该大家都会 但是事实上 这是它内建的 有没有比它更好用的拍照的效果 有 像我就要介绍那个无它相机 然后我到时候要告诉你们说 好在什么地方 那拍好的相片在哪里呢 对不对 假设我今天我想要看 我拍好的相片 右下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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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右下角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好 就是我的相片 相片 所以点一下它 这就是我刚拍的那张照片 这就是我刚拍的 反正 反正这不是我要介绍的重点 我只是要告诉你说 我没有相机 相机的功能 然后 接下来 重点是 如何去截取目前的画面 你也要会 像例如说 有时候我们要去截现在的画面 给别人观看 这是 这是 这张是我刚刚拍的相片 那 如果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 截取现在 手机上面的画面 好 像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想要去 去抓现在这张 现在这个画面 好 像例如说 iPhone的话 它是 它是 按住 按住那个 Home键跟 电源键 它就可以去自拍 拍现在的画面了 那如果说你是 像HTC的手机 我们来 上网查一下 好 像HTC 的手机 手机 手机 截取画面 好 它就说 你可以很轻松的 将现在的手机画面 截取出来 所以在这边 它说同时按住 电源键 和 调低 音量键 有看到吗 好 那 我的意思就是说 这个时候 既然它已经告诉我 HTC 它是这样做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 先缩小 好 假设我现在要截取 现在这个画面呢 我就 截取 刚刚的 刚刚这边是看到 电源键 各位 HTC的电源键呢 在键盘的 在手机的最右边 还有 往下的按键 就是这两个按键 电源键大概在这个位置 电源键在这个位置 音量的 这边有上下 上下 的音量键 好 所以 同时点这两个 我们 先看一下 我的工具里面 有一个叫做 气象 气象 所以我来讲一下 这个气象 好 来 我先回到 回到主画面 怎么样进入气象呢 我是在这里面去找的 有一个叫做 APP的清单 所以点选这个 APP清单 然后接下来呢 放在这个工具里面 好 工具 所以我就点一下 这个工具 点好工具之后呢 这边是不是有气象 所以请点 气象 点了气象之后 它会告诉我 台北市 例如说 现在是26度 然后温哥华 现在几度 然后华盛顿特区 现在几度 桃园 现在几度 好 它是用这种方式来去呈现 那如果说我今天 我想要知道台北市的 细项资料 那我是不是就 点台北市 点了台北市之后呢 你就可以发现 它现在所呈现是 应该是 雨天 雨天 这是目前 这是目前 可是它是不是有分台北市 例如说 每小时 这边有看到 每小时 或者是预报 那 每小时 点下去之后 它就可以呈现 例如说 2点 3点 4点 然后一直到 今天晚上 今天晚上 凌晨1点 这叫做 每小时 那预报是什么 就是明天 多少 后天 多少 这就是预报 所以当我点选预报的时候 就会看到 星期四 星期五 星期六 所以如果说像 例如说 我现在 我想 我想要去 知道 另外一个 城市的情形 所以你必须要先加进去 用加这个方式 增加一个地区的天气 所以呢 在这个地方 我先到气象 然后点这个加 点这个加 然后接下来呢 我透过搜寻的方式去输入 决定来说 我想要找北京 北京 所以 直接 直接这边我要输入北京 然后你可以透过 按住 切换到 说话的方式 北京 然后点选 点选 刚刚他听到的北京 好 这样子的话 他就把北京 的天气 他会先让我知道说 有这个城市 所以他现在要去 正在载入北京 所以我们先来去看一下 北京现在的天气 是32度 所以点选北京 点到北京之后 一样我就可以去看 例如说 目前 目前32度 然后 今天最低 22 最高 33度 摄氏 然后 他的天气状况是 阴天 好 这边可以去看 其他的细项资料 接下来还有 每小时 每小时 当然各位 越晚 理论上 应该是 温度越低 有看到 5点到6点 直接一下 就掉了4度 然后 7点到8点 从31 就直接掉到24度 直接掉了7度 因为 雷雨 因为下雨的关系 一样 他会 记录到 当天 晚上1点 那这边 有没有看到 预报 预报就是明天 像例如说 我比较关系的是 因为我是先飞 先飞 那个北京 然后 在北京转 飞 那个 华盛顿DC 所以 我当就关系 26号 对不起 应该是6月16号 星期六 星期天 这一天的一个天气状况 这一天是会有雷雨的 好 大致上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形 OK 这就是天气 当然如果说你今天 你不要北京这个天气的话 那一样 我们可以透过右上角 右上角这个点点点 来去做编辑 举例来说 我现在就示范一次给各位观看 这个点点点 然后接下来 这边有一个编辑程式 像例如说可以勾选北京 然后把北京给删除 这样子的话 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我现在现有的城市里面 就没有北京了 好 那以上是气象的说明 所以气象大概了解到这边 应该就好了 关于那个相机 因为 因为在这个地方 我等一下我还是要介绍几个 这样抓图 还有下载图片 然后这些放在什么位置 然后再来我才会介绍到 抓影片 影片把它下载下来 然后影片会放在什么位置 好 那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手机 是不是都有YouTube 所以我想要介绍 YouTube好用的十个小工具 就是YouTube里面有十个小技巧 来跟各位分享 那各位 你们的iPhone iPhone是不是也有YouTube 对吧 iPhone里面也有YouTube 然后Android的 做益系统都有YouTube 所以我想现在来一起介绍一下 YouTube 好用的十个工具 好用的十个技巧 跟你们分享一下 而且哦 这个是手机版 手机版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们就先打开我们的YouTube 因为我们的手机呢 现在是不是有很多人 他会拿他来做那个影片的观看 所以第一件事情 你要会找到你想要看的影片 举例来说 假设我想要去找影片 找什么影片 那你就可以透过这一个搜寻 搜寻 好 所以点选 点选搜寻 去找影片 点了搜寻之后 例如说我想要找黄梅调 对还是要教一下哦 还是要教一下 就是说那个如何哦 我在这个地方嘛 那我是不是会希望就是说 透过语音的方式 把黄梅调这三个字打上去 我不喜欢教你们打字法 打字法当然就用这个地方 用拼注音的方式可以打说来黄梅调 可是我觉得在这个地方的 用这个麦克风是蛮好用的 所以点一下它 黄梅调 好 例如说在这个地方呢 当我说了黄梅调 它是不是就开始帮我去找黄梅调 你觉得这样的方式好不好 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方式 因为真的你的食指啊 还有 如果说当我们今天那个年纪比较大一点 有时候哦 真的你手会那个兜兜兜兜兜 就是你就按不到你想要按的那个 注音符号 所以我才会所有的输入 我都是用说的 我会觉得这样输入会比较 因为你的手机本来就有这项功能 所以我才会特别这样教 现在的手机啊 跟以前那个2G手机是不太一样的 3G手机 它一定都会有那种 就是说 智慧判断语音输入的方法 好 然后接下来在这个地方是不是有非常多的 跟黄梅调相关的影片 举例来说 我现在想要去看 这个好了 这个 这个好了 好 所以我就直接点它 那我就按照顺序 按照顺序 一步一步来去观看 像例如说 这边有11部黄梅调的影片 有情相连 长额分月 与美人之类的 好 然后 例如说 假设我今天 我想要去放 与美人 与美人 这一步 我就直接点 与美人 好 就是说 我们的手机啊 我们的手机 通常不是这样值得呈现 应该要转过来 转过来之后呢 它是不是就整个把画面 整个把画面变大了 方便我们来去观看 可以吗 好 所以 所以各位要了解说 如何 如何来去翻转 其实就是把 手机本来是不是直的 手机本来是直的 然后你自己把手机转 90度 这样子的话 我们就可以横的 横的来去观看 第三件事情 第三件事情 有时候呢 我们可能会想要快转 30秒 对不对 所以 那怎么样快转呢 你要在 这条线 这个播放的右边 点 点两下快转10秒 那点三下呢 快转20秒 点四下呢 快转30秒 那你就 反正你多点几下 你就会知道 哦 例如说 快点 123 你看是不是快 快转20秒 而且在播放的时候 照样可以快转 快转完 就快速跳过 那请问你可不可以倒退20秒 倒退30秒 可以 就要在 就要在 这个地方 在这个播放按钮的 左边 左边 好 123 左边点三下 左边点三下 你看 可以吗 好 我想快转 这是很好用的一个 一个功能 那 还有 整个播放速度 请问 播放速度能不能调整 当然也是可以 播放速度的调整 在这边 点点点 点点点 你有没有发现 这个画质不是很清楚 我们来调整一下 所以我可以先 点 先点选这个画质 然后呢 它最多就是360 所以我们只能选择360了 好 那 所以画质的调整 刚刚是在这边 点点点 来去调整 再来你必须要知道 是这个 点点点 里面 如果说我们希望 播放速度稍微拉快一点 那我们是不是可以 可以点选这个 播放速度 例如说 假设我希望 变快一点 1.25倍 好的 对 既然看到林铺 我们看一下 好了 我只是要告诉你们说 它里面可以去做 这样子的一个 调整 其实是蛮不错的 你有没有觉得 好了 那当然 当然 如果说你很喜欢 你很喜欢 就是说 那个 这个影片的 发行人 好 那你可以 例如说转回来 转回来 我要告诉各位 你可以去订阅它 订阅它 是什么意思呢 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就是 这一个人 这是一个人 然后 已经订阅了 假设我今天 我先 点一下 他就说 取消这一个人的订阅 确定 他本来应该是长这样子的 红色 红色 然后 如果说 他日后 他会一直 不断的 发影片上去 你订阅他之后 你就可以跟随他 所以 我觉得这个订阅 各位必须要知道 然后呢 再来一个小工具 就是说 如果订阅 你订阅 你跟随他 之后 如果说 他今天有新的影片 放在 放在YouTube上面 要不要寄通知给你 就是指这个功能了 如果新影片 他放在YouTube上面 那 系统会自动寄一封 就是 YouTube的信件 寄到你的信箱 然后 你就可以点这个通知 通知 那 通知的话 他这边 全部通知 所以请点 上面这一个 好 还有 如果说 你很喜欢 他所放的 这部影片 是不是可以在这边 点一个 赞 一定要 一定要是会员 才可以点这个赞 OK 我想大概 我就把YouTube 介绍到 这个地方 那我们来去看一下 我的教学影片 好不好 因为如果说 在座各位 你有兴趣 想要多学一点 电脑相关 那你也可以订阅 我的频道 例如说 例如说 我现在先 先回到那个 先离开YouTube 所以我先回到 这个 首页 好 那 我现在 我现在要请你们 就是到YouTube 找到我的频道 然后 我里面放了 2700多部影片 如果够你 现在开始 就是 就是 每天 例如说 花八个小时学 我想够你学 两三年 不间断的学习了 好 当然 你不肯这样学了 我建议你们是挑 你们有需要的 把它学习起来 好 所以第一件事情 我们到YouTube 到了YouTube之后呢 好 一样 在最上面 这个地方 在最上面 这个地方 呃 我们 我们 如何回到 前面那个画面呢 可以点 这个 可以点 这个按键 回到前面 回到前面之后 麻烦请看一下 这边是不是有 搜寻 搜寻 好 当然要搜寻 我的名字 所以点选 点选 点选 这个 麦克风 孙 在 阳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 我建议 我建议一下 就是说 你先到 我的这个网站 到我这个网站 你看哦 我已经有 16000多名的订阅者 然后 我有2700多部的影片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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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应该会看到一个订阅 对不对 就欢迎大家订阅 我原则上 今天晚上 最晚明天晚上 我就会把 今天我们上课的内容 我就要用直播的方式 就发出去了 因为我想回家的时候呢 针对我们现在上课内容 可能有时候 会遇到 例如说 有同学咳嗽声 或者是我的咳嗽声 我都会想要把它剪掉 然后还有就是 如果说 在这中间 中间有一些 就是说 我没有录制到的 我也 就是 空转的 时间 那个影片 我也会 把它剪掉 我只是 希望就是说 把比较好一点的品质 放在YouTube上面 提供给各位来去参考 让各位也有机会看到 Android的一个 智慧手机的教学内容 好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所以你看哦 如何订阅 如何订阅 就直接点他 就可以订阅了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如果说你现在点 我 我的这个频道 点他 这里面是不是可以到 首页 到首页 你看已经将近快 一万七千名了 一万七千名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影片 所以点影片 这边就是我刚刚说 两千七百多部影片 都放在这边 像我最近 最近放的这一部影片 两天前 我放我去中华电信 教Office 2016 整合应用 所以我就把那个内容呢 就是回家经过一些剪辑 然后我就放在YouTube上面 提供各位参考 而且我还有提供完整的范例 你可以照着 照着这个范例来去做 还有我做完的成品 我都放在网络上 就是完全希望同学 能够照着步骤 一步一步的来去跟着做 那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 想找那个系列课程 系列课程有看到吗 播放清单 你看我的播放清单 这边关于大数据分析 智慧型手机教学 Table大数据分析 是不是一个系列 一个系列的教学 对不对 那看你想要学什么 你就点这个系列 从第一步开始慢慢往后看 好 那我们还是讲 刚刚那一个好了 影片 影片 例如说 这一部影片 好我们就点进去 好 那 记不记得 刚刚跟各位分享的 你可以快转 你可以快转 可是哦 你有没有发现我每一个课程 每一个课程 我在这边我都会放我的范例 范例 就是说 你到这个位置 然后进行范例的下载 我都会教这一件事情 那如果你已经会了 你其实可以快转 跳过的 就是点这个地方 点这个地方 然后快转 它是不是就可以 123快转 123 123 你就可以快转 这样可以了解 好 然后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边数 这边画质 画质 我给大家的画质 都是720dpi 的画质 因为 因为其实720dpi 的画质在 网路上 在我们来去手机 或者是家里的桌机 观看 应该都可以看到 很清楚的画质 再来就是 速度 速度 如果你觉得我讲话 速度很慢 那你就可以在这边 播放速度调整 把速度调快一点 就是 还有像什么 Real Player R R R 应该是R 反正就是 不会听过什么 WMB 或是WAE 好 那 如果你针对这部影片 这部影片 你觉得不错的话 记得在这边 就要帮我点加 这是 我希望你们做的 我也是需要鼓励的 知道吗 好 真的 真的 我的这些教学 你们会觉得说 像现在那个 我家里的小朋友 他考完试了 考完试了 我真的很担心说 他在家里做什么 然后我就会希望说 那你就看看一些什么 大数据分析 反正你到大学 你也是要修一些 大数据分析的课程 那你为什么不 现在就先去学艺学呢 好 就提供该门参考一下 还有 还有 只要我有新影片放上去 你们就都会收到这些资讯 好 那 这就是YouTube 一些小技巧提供给你们参考 那我们就离开YouTube 那我们就离开YouTube啰 好 那以上是YouTube的交讲 我们刚刚介绍了就是YouTube YouTube 我个人还蛮喜欢看这个TikTok TikTok就是抖音 抖音 好 那 我想我们 我们先介绍一个主题好了 我们先介绍一个主题 就是说 假如说我今天呢 我想要去 我们这里面有没有Google Map 好 没看到Google Map 可是我有Chrome浏览器 地图 好 我先教各位 那个 因为有Chrome 我现在找到Chrome了 因为我习惯看Suffer iPhone 它的浏览器是Suffer 所以我现在 我想要教你们一件事情 如何去网络上下载 下载图片 然后还有 如何去下载YouTube影片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好多人很喜欢下载 下载过来之后就变成自己的 所以我就顺便教你们 如何把图片下载下来 我刚刚是不是有很多教学影片 教学影片也都可以下载 全部都教你们 好 我现在想要教的是 如何从手机 用手机 下载网络上的图片 所以第一件事情呢 如何下载 首先我用的是Chrome 用的是Chrome 因为Android的手机 它是由Google公司 所开发出来的 所以它搭配的 浏览器是Chrome iPhone搭配的浏览器软体是Suffer旅 做法都一样 真的做法都一样 好 首先第一件事情 我是不是点选App清单 点了App清单之后呢 从上面往下找 可以找到Chrome 可是 可是如果你是用iPhone的话 iPhone在最下面一个主选单 好 就是那个Suffer的 那个选单 Suffer你点下去 你就可以打开 好 例如说 现在我想要去搜寻 搜寻什么呢 搜寻一张图片 那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我在这个地方 我打开Chrome之后呢 先找到它的搜寻引擎 搜寻引擎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可以在这里面 透过什么 说话的方式输入 例如说 大自然 好 然后我要去下载它的图片嘛 所以我就直接点选 这个麦克风 大自然 然后接下来 是不是搜寻 大自然 对不对 自然的那个 图片 可是我只要 大自然的图片 所以在这边 点选图片 是不是可以看到 很多很多张图片 对不对 好 找到图片之后 接下来下一件事情 是什么呢 我是不是把这个图片 抓下来 现在就是要教你 下载图片 可是建议各位 建议各位 我还是要特别说一下 不是网路上每一张图片 你都可以任意的 去把它抓下来 如果你今天所使用的 是这个 Chrome Chrome的话 我 不过因为你是下载到手机里面 手机它是属于你个人的资料 请你不要把这些个人资料 又再传给 传出去 尤其拿过来做商业的使用 那 在这个地方 你是不是就可以看到 有很多很多的图片 这些图片 我建议各位 因为我要下载下来 所以呢 所以你先去挑一张 你想要下载的图片 所以我这边 假设 我想要下载 这一张图片 所以我就点它 点了它之后呢 它是不是把这张图片放到很大很大 然后如果你要下载这张图片的话 我可以长按这张图片 就是按住它 然后有没有看到下载图片 所以请点下载图片 然后它下载这个图片90K 然后吸水点JPG 然后我们会放在下载里 然后点选下载 好 这样子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下载好一张图片了 可以吗 这就是下载图片 例如说 我想要去下载 我们的 科士长的照片好了 一张照片 所以这个时候呢 我先回到上一页 回到上一页 左上角是不是有一个叉叉 点这个叉叉 然后 接下来呢 我们是不是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 换掉 换成什么呢 他一样用麦克风方式 柯文哲 好 这边是不是可以找出来 很多张柯市长的照片 对不对 所以如何去下载 用手机下载 这个影像 要麻烦各位下载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教你 例如说 市长问候 就是做早安 午安 这种图 我都想要去教你们 怎么做出来的 好 然后最下面就写 就写一个 例如说自己的单位 例如说我们的单位 我们有学校单位 像例如说 假设你下载了一个 就是学校的校园图 然后你就写说 明湖国中 明湖国民中学 关心你之类的 好 来 那我们现在呢 例如说下载一张 下载一张 好 例如说这一张图片 我想要把它下载下来 所以一样 就是我先点 先点了这张图片之后呢 我就按住它 下载图片 好 这样我是不是下载了两张图片 下载两张图片 为了我们上课方便 我建议各位找一个背景比较简单的 背景比较简单 因为我们到时候要教你去背 这一张好了 好 按久一点 然后下载图片 这样我们是不是就要把它下载下来了 好 以上是下载图片 下载网络上的图片 那我就要关掉咯 那请问下载下来的图片放在什么地方 下载里 对不对 那我们的手机的下载在哪里 就是这个 相片集 好 所以点选相片集 这边 这边 下载下载与解决画面 就是当我今天 当我今天 我点选这个相片集 然后左上角 左上角 这边这个选项 可以去切换 下载 与荧幕截图 其实我刚刚已经截好图了 刚刚那个截图的方式就是 电源键 加上什么 加上那个 下面 刚刚这边 电源键 加上那个 声音调大声 调小声 那个调小声 两个一起按 你看 我是不是把这个桌面 截取出来 可以吗 我刚刚其实已经截取成功 只是我没有切换到这个地方 来去观看 所以你要会截图 会去截现在的画面 还有你要会从网路上下载图片 可以吗 因为等一下我们 应该是星期 后天 星期五的时候 我会教你们如何去把那个 例如说做LINE的贴图 所以这就是下载下来的图片放置的位置 应该没有问题 那我先回到首页 所以 所以如果我现在要截取这张图片的话 截取这张图片的话 我就只要点选电源键 加上往下的 加上 就是按住电源键 再点一下那个向下的调声音 大小声往下调降声音的 然后这个画面就被我截取出来了 我们看一下 相片集 应该就是这里面的其中一张 好 这就是截取画面 截取画面 那我们就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你要会截取手机的画面 截取手机的画面 但是每一个手机可能不太一样 截取画面的方式 像iPhone的话也是电源键 但是它是 它是要加右边的这个 就是Home键加电影键 它是Home键加电影键 这就是iPhone的截取画面 好 那我们接下来介绍一下Google Map Google Map 它的一个很棒的功能 就是搜寻 搜寻 例如说 假设我现在我要去某一个地方 如果你有走的 要怎么去 我想先教你们这件事 因为你到 假设你今天你到美国 然后我想要去 华盛顿DC 然后例如说林肯纪念塔 那这个时候你可能会坐地铁 坐到某一站 接下来出了地铁之后 你是不是要走去林肯纪念塔 那个地方 那怎么走 这就变得很重要了 好 有两种方式可以到 一种就是 劈啪开口去问别人 因为有很多路人 不要问跑步的人 我发现一件事 就是 美国随时你都看到 有很多人在跑步 早上会看到跑步 中午可以看到跑步 下午也会看到跑步 晚上也会看到很多人跑步 不是一个两个人跑步 很多人跑步 好 然后 第二种方式 你就直接用Google Map 来去导航 你要怎么走 好 这件事情 请注意哦 除了就是 在大陆以外的地区 可以用Google Map 到大陆要用百度地图 Google 它应该叫做百度地图 好 我们点选 点选这个 Google清单 那个App清单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地图 地图 好 那通常哦 通常 例如说好了 我现在我想要找 最近的一家 85度C 最近的一家85度C 那请问你 我怎么找到 这一个85度C 是不是要透过在这个地方搜寻 直接在地搜寻就好了 所以点这个地方 然后因为现在是中文的输入法 所以我就直接用 麦克风 85度C 好 它这边有找到 有找到距离我们 最近 最近的85度C哦 好 其中 例如说这个 万方医院店 它在距离我现在 走路的话 距离我650公尺 然后这个 和平东店 台北和平东店 距离1.8公里 然后这个呢 又距离更遥远 2.3公里 所以当然 假设我今天 非喝到85度C 不渴的话 那我是不会选择 那个85度C 万方医院店 好 那接下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这是 这个点 这个点呢 是什么意思呢 这个点 是我现在 我现在 所在的位置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前面有一个灯光 前面有一个灯光 这代表什么意思呢 我们 我们应该要 朝着 就是 朝着 那个 这个灯光 这个方向走的话 要往 左下方走 有听懂吗 那到底这个 灯光 的 依据位置 是什么呢 它的依据位置 就是 你这个 镜头的位置 我现在镜头 是不是这样子 我现在镜头 是不是往这个方向 的 左下方 有看到吗 往左下方 那个方向走 你看 我现在 我刻意把它 颠倒过来 我把手机 是不是转了一个方向 你有没有发现 它现在那个灯 灯光 是不是往 另外一个方向照了 有看到吗 这个新功能 去年 去年三月份的样子 才出来 然后很多人 不知道这个 很棒的新功能 你有这个新功能 你大概 大概出了捷运站 你就不会 像 我去年 那个时候 我们一家人 去日本 去做这种 探险之旅呢 然后 我们都会 走错方向 那个 那个 例如说 到底出口 出来之后 到底要往 左边走 还是往右边走 我们会产生 这样的错误 可是现在 有这样一个方向 就不会错误了 好 我们现在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 我现在我要用 走路的方式 到 到这个地方 的话 好 所以我现在 我先把它转回来 因为 这样比较好操作 所以呢 我们接下来 我们先点这个 我们就直接点 我们就直接 我要去 这个 85度C 万方 医院店 为什么去 这家店呢 因为它距离 我最近 对不对 你不肯 选一个 2.3公里 用走的方式 走到的地方嘛 对不对 好 所以呢 我们是不是点这个 85度C 万方 医院店 这边是不是有 打电话 打电话 你可以先 做什么事情 先订 然后 接下来 你就走过去 拿 怎么走呢 在这边 有一个路径导航 所以就点 这个路径 导航 点下去之后呢 它说 从你的位置 到这个 85度 它说 建议 可以 可以怎么 做 捷运 但是我 不要 做捷运 我就是要用 走路 因为你看 捷运 18分 然后 走路 19分 那 你会选择 哪一种方式 好 例如说 我们现在用 走路的方式 请选 走路 好 你有没有发现 这条 这是它的路径 这个路径 各位知道吗 所以 所以 我们第一件事情 要先走出去 走到马路上 走到马路上 各位知道 是什么意思 然后 接下来 假设我现在 我已经在马路上 假设我现在 已经在马路上了 可以了解 然后你有没有发现 我的镜头 我的镜头 是不是方向 是朝这个方向 我的镜头 各位都有 自己手机的镜头 一定是朝前嘛 所以我是不是应该要 往 往左 还是往右 调整我的方向 要往左 还是往右 调整我的方向 往左啦 对不对 往左 你看是不是调整好了 太 太过头了 可以了解吗 我是不是要往 左边调整 我要往这个方向 就对了 请问他 这边所指的是 要走哪一条路 应该没错吧 请问捷运 是在哪一个方向 大概应该知道 我现在所讲的这件事吧 他不太可能会 我觉得他可以做到这样子 已经不简单了 我们做研究 我们就会在思考说 哇 他是怎么样去判断出来 可是 可是我们可以享受 他所判断出来的这样结果 你就不会到时候 再花冤枉路 然后多走 反方向再走回来 我们当时在日本 经常做这种事 为什么 因为就是那个时候 还没有 还没有这个探照灯 这个探照灯 就是你的手机的方向 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可以吗 所以大概 大概万方医院 应该就是在那个方向 万方医院 是不是在那个方向 你应该不会往那个方向走 同意哦 好 这件事情一定要知道哦 这件事情是 你到日本去 自由旅行的时候 或到美国自由旅行 非常重要一件事情 这就是Google Map 还蛮好用的吧 这个探照灯是真的蛮好用的 OK 那 再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有时候你不知道吃什么 对不对 假设你只想到说 我想要吃 那个 火锅 好 那我们就直接在这边输入火锅 他就帮你排出来 哪一个火锅最近 然后 通常我们会筛选一下 这家评价高不高 或者是网络的评价是什么 然后 我个人的心得 只要是在国外 只要是网络评价高的 千万不要去 因为都不好吃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好像都是做 那个广告做出来的 所以我们呢 后来就干脆挑一个 挑一个就是 没有网络评价 就是说我们一样会找出来 但是呢 我们就找到这家店 然后看看有没有网络评价 既然是把网络评价当作是 筛选条件 有 这家我们就不进去了 真的 那个 那个里面的东西 我觉得还比较好吃 就是网络评价高的 我们每次去吃 都每次踩到地雷 而且又贵 那我们终结一个结论就是 我觉得那都是广告做出来的 好 所以 给你们参考一下 尤其是日本 我不知道为什么 OK 那这个地图 地图应该要会去找 我再举一个例子好了 我再举一个例子 例如说 我们从 假设 我不晓得 我不晓得你们 有没有听过 我住的那个地方 有一个叫 普兴卫泉牧场 好 我从 普兴火车站出来 普兴火车站出来 到 卫泉牧场 我如果用走路的方式 走20分钟 一定走得到 要怎么走 好 那我现在我就实际的 做一下 给你看 例如说 第一件事情 我先回到 我先回到 那个最 一刚开始的画面 那是不是就点 这个地方 当然这边也可以 现在就输入什么 例如说 普兴火车站 然后 那个 普兴卫泉牧场 好 我先点 回到上页 回到上页 我现在就直接搜寻 普兴火车站 好 点它 点这个 在这里搜寻 然后 记得用 麦克风 普兴火车站 然后 接下来这边 是不是就有路线 路线 所以我就直接点 这个路线 可是我不是要从 我的位置 走到普兴火车站 我是要从 普兴火车站 各位 你们会不会坐火车 到普兴火车站 应该会吧 对不对 就 假设 你到日本去 应该要会坐 JR 或者是 从飞机场 如何坐 坐到那个 什么地铁站 之类 这一定要会坐 好 那 所以在这个地方 我点 上下的交换 我是要从 普兴火车站 到什么 这个 你的位置 要换掉 我换成什么呢 我换成 一样用 麦克风的方式 然后 然后接下来 我当时用走路的方式 走路方式 虽然这边 虽然这边 有没有看到 公车 理论上是有的 但是他一天很早 他就 早上八九点 还有下午 五六点 因为刚好 普兴火车牧场 他在 我们那个 幼师工业区里面 所以他只有早上 跟班晚 这个时候有公车 好 所以我觉得用走路 还比较快 然后 如果 如果你用摩托车的话 或者是 开车 很快 真的很快就到了 大概五分钟就到 可是我现在要告诉你们 就是说 那 我现在呢 要如何用 十九分钟 走 走 从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走到这个地方 所以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情 你有没有发现到一件事 我的手机 我的手机 现在没有 看照灯 为什么 我的手机 没有探照灯 为什么 我的手机 现在没有探照灯 对 因为我人不在哪边 不要 我们讲话 一定要把主持 受持 一定要讲出来 因为我人 没有在 普兴 火车站 可以了解吗 我的意思就是说 我们这个功能 你本来就会用 会不会做那个 就是说 就是 入境导航 应该都会 你会设 开始的位置 结束的位置 可是你要记住一件事 你一定要 人站 例如说 我在普兴 火车站 我那个探照灯 的功能 就会出现了 对吧 现在用 人是在台北 所以当然 那个探照灯 不会出现 因为根本 他就不知道 你知道你的方向 是什么 等到你的手机 要是在这个位置 普兴火车站 你就会看到 那个探照灯 好 然后你就 真的你到 普兴火车站 你就沿着 那个探照灯的方向 然后指引 你要怎么走 你就可以慢慢走过去 这样了解 到美国也是 到 那个 到日本 反正到世界各国 都是 因为他都收集好 这个地图了 好 那这边 我就提供 给你参考一下 那这就是 Google Map Google Map 好 那Google Map 你要是学会了 这件事情之后呢 那你是不是会 有点心动 说 那我是不是就可以到 例如说美国啊 我可以到日本啊 像现在 现在你要是安排 九月之后 去日本好了 因为你现在 才安排去 我说下 暑假 去日本 那我跟你讲 那个机票是 比较贵的 可以吗 可是如果你三月规划 三月那个时候 规划去日本 我想那时候 机票还是蛮便宜的 好 那我们该怎么样 去购买机票 当然我们现在 要教你 就是说 假设 假设我们帮主管 去安排一个行程 好 假设我现在呢 我要帮我们的 那个科长 安排一个 什么什么行程 这个时候呢 我就会 例如说 透过Google Map 的方式来去规划 然后把这些图 我都抓出来 然后就是让他参考一下 还有 还有 那我当会 安排他 怎么 什么时候出发 什么时候到 什么地方的 那个 例如说 飞机的 安排 好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要介绍一下 就是说 那如何帮 长官 订机票 好 这件事 那 订机票 订机票呢 当然我们就要用 App了 好 我这边我 首推 如果说你只要 纯粹帮 主管订 这个机票 安排行程 这个时候呢 我当然 最推荐 最推荐的 就是 Scan Scan 对不起 应该叫 Sky Scanner 好 首先 我们 先把 Sky Scanner 先抓下来 好 那 请记住哦 如果说 你要帮 主管 就是 订机票 加住宿 这个时候 我推荐的是 我推荐 叫做 Xpedia 好 反正这两个 我都要交 因为我要告诉你说 哪一家的机票 机票哦 很奇怪哦 都有价差 你跟 例如说 旅行社买机票 你跟 A 旅行社买机票 跟 B 旅行社买机票 相同的 日期 同一般 那个航班 居然有两种 不同的价格 为什么 我不知道 我觉得可能 是这样子 就是说 这家旅行社 它可能订 30个 然后另外一家 呃 旅行社 它可能订 50个 机位 所以这边 会产生 溢价空间 的一个差别 好 那我们现在 就先来 教你 就是说 那我们透过 Sky Scanner 来去 来去 购买机票 所以我们先来看一下 如何去下载 Sky Scanner 这个 App 所以第一点选 Play商店 现在要教你 廉价机票 如何购买 所以请点选 Play商店 然后 接下来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麻烦请搜寻 我要 因为要打英文字 好 所以切换到英文说法 然后 点选 点选 这个 麦克风 S-K-Y-S-C-A-N-N-E-R S-K-Y-S-C-A-N-N-E-R 我知道了 因为没有这个英文单词 所以麻烦打 S-K-Y就好了 因为没有 S-K-Y-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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C-A-N-E-R 这个英文单词 可以吗 但是 有没有 S-K-Y 天空 绝对有 好 你看第一个 就是它 我现在要请你们下载 这个 SkyScaner 机票 酒店 租车 这个 App 所以请点它 它的logo 它的logo就是云 对不对 它的意思就是说 它机票都是透过云端的方式 它去收集世界各国旅行社 最低的机票 它全部都找得到 然后呢 当你去选择 你要几月几号 出发从什么地方到什么地方的机票 然后接下来它会帮你排序 好 那我们现在就直接点安装咯 把这个SkyScaner安装起来 点选接受之后 它就开始进行 软体的App的下载 下载完毕之后呢 我们是不是就进行软体的安装 好 那我们现在先讲一下 我就直接在这边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 好 那我要去从桃园 桃园国际机场 到哪里去呢 比如说你们想要去东京还是大阪 九月份应该可以去北海道了 听说那边的猪排很好吃 就是我们去美国玩 那个三个老师在那边聊天 就有一个老师一直说什么北海道千岁机场 然后下机场之后第一件事冲去吃猪排 他就说真的超级好吃的 好 桃园国际机场 桃园国际机场到那个北海道 千岁机场 好预计什么时候成型呢 预计假设 看一下时间 现在安排要到九月了啦 你现在去暑假最贵的时候 因为太近日期了 如果你是一二月的时候 安排暑假的时候去北海道 好 那个时候可以买到比较便宜的机票 那例如说我们九月 从九月十一号到九月十六号好了 就是大学开学前吧 好 去九月十一到九月十六 九月十一到九月十六 好 大概是这样子一个行程规划 那我们就要比咯 比SkyScaner 他找出来的价格 请问一下 你们大概知道一下 这个机票价格多少钱吧 有没有人去过北海道 大概机票多少钱 还是你是跟团 跟团 我不知道啦 因为 就是那个是团啊 有包含吃跟住嘛 对不对 这个自由旅行哦 你叫自己去安排哦 自己包含吃跟住 都要自己安排好 所以我就跟我太医人说 假设你也不知道怎么安排 你干脆就是订那个Expedia 就是机票跟住宿 好 这样子会比较 比较好一点 因为日本很多便利商店 绝对饿不倒你的 而且日本的泡面也很好吃 所以真的我的意思是说 你放心 到日本吃绝对不是问题 只要你有钱 什么都可以解决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打开咯 打开这个Skyscanner 当你安装好 当你安装好这个Skyscanner 它就会在那个App list里面 的最后一个 好 然后接下来呢 你的资料 您的资料 您来掌控 好吧 那我就只好点继续咯 然后呢 就是开始规划 因为我们未必一定要先登入 我们就直接先开始规划 那个iPhone都可以哦 iPhone跟现在我用的Android的手机 通通都可以做这件事 然后接下来我是不是来开始规划 出发的时间 不是六月 也不是七月八月 我是九月份 九月十一号 然后到九月十六号 然后 那个 好 出发地 出发地 我建议各位要知道一下 就是说假设你不知道那个出发地 对不对 那像例如说桃园国际机场 你不知道 我们应该知道吧 因为可是如果我现在我在高雄的话 如果我是在高雄 我们高雄也可以 高雄又有飞机场啊 对不对 所以不是只有桃园国际机场 可以出发 好 因为你可能到了一个地方 有可能松章机场都可以飞 好 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就选择 哦 他说 台北 你要打台北 桃园 要打城市就好了 要打台北 不能只打桃园 有啦 那个 这个 这个 台北 桃园 好 那目的地呢 目的地 就是我要到北海道 好 那在这个地方呢 你看这边热门的地方 大阪的话 有看到吗 日本 东京 好 那我们就打日本北海道 日本北海道 日本 日本 北海道 这边 日本杂晃千岁 你就输入日本 然后去找杂晃千岁 然后他说 获取最优惠价格 你必须要先登入 你不要管他 稍后再看 这意思就是说 当他去搜寻 有最低最低价格的时候 他就会提醒你 好我们稍后再看 至少有没有看到六千多了 好 那在这个地方 请注意一件事情 请注意一件事 这边排序和筛选 排序和筛选 建议点一下 我们排序 排序建议是 看你要不要 你在意的是什么 像例如说 有人在意的是时间 他希望那个非 飞行时间越 越短越好 可是我们如果说 对不起 我在意的是 假设是价格 价格 排序价格 有看到吗 第一个排序 排序以价格 还是以去尘的时间 还是回来的时间 还是有人就是要去坐 那个深夜飞机 那个叫做 红眼扳机 红眼飞机 红眼扳机吧 反正就是 就是年轻人 他就是喜欢 那个 晚上飞过去 为什么 省了一天住宿 的费用 可以吗 深夜 深夜 红眼扳机 好 我们假设来看价格 好 那接下来这边是不是找到最便宜是6120 好 所以我先记录在这个地方 Skyscanner 6120 好 请问一下 你觉得那个团费 你去几天 请问一下 你去几天 大概应该也是 对三万多块 你看 那个三万多块机票绝对不会这么便宜 可是如果你自己买机票 然后买廉价航空 真的很便宜吧 有看到吗 好 那个 你要记住啊 你现在去买 对啊 还有 你是几月去的 暑假 暑假那最贵的时候 所以建议你 一定要提前六个月 去买暑假 绝对可以享受到 很便宜 例如说你现在去预定 去预定明年的八月 不贵 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来我先回到上页 回到上页就点它 好 航班 航班 然后飞网 刚刚各位记不记得 台北就是TPE 对不起 我又 出发地 出发地我是不是要用这个 TPE 台北桃园 然后飞网 CTS 就是杂谎签税机场 CTS 我要定明年七月 2020年 有听懂我的意思 那个暑假那已经是最贵的时候 还有过年 所以你一定要提早 像例如说我们现在定那个明年过年 你们知不知道明年过年是几月几号 2月 那我们就定 1月25到1月31 我也不知道 我只是要告诉你 我只是要告诉你 现在定 很有机会买到很便宜的机票 好 好 那 那日期 2019 202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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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月 哇哦 它全部变红色 红色就是很贵的日期 1月22号 对 到1月27号 好 我们反正都已经选了嘛 看一看 看一看 2020年 1月22号 相约 北海盗 很贵吧 好 再继续 对不起 我要继续 继续去找 暑假 暑假 哦 它不提供 因为太久之后了 太久之后 它不提供 不过我是要告诉各位 就是说 那个 它这边还有提供那个 2000多到4000多的 好 你记住哦 这个黄点 就是 红点最贵 黄点其次 绿点是最便宜的 最便宜 但是你现在如果 安排9月份去 你还可以买到 6120元的机票 来回机票 不是单程机票 然后 这已经算是 我觉得还蛮便宜的 9月11号到9月16号 好 请问一下 这样会不会安排 去 哦 对了 如果说你确定 你确定 等一下 你修改一下 就是 那下一步要做什么 我要特别提醒你们 9月11号 到9月16号 123456 六天 好 然后搜寻 6120 假设我们现在决定 就是说我要做这一班 然后 花6120元 我要去订这个机票 所以我们就点进去 点进去了以后呢 它的机票是 例如说 3点到8点 好 然后接下来 或者 回程的时间是 这个时间 这个时间 然后 应该没有什么额外的 好 那就直接点选 然后接下来 它说是在 Xperia 它卖的 6120 所以我们就前往这个网站 来去购买 可以吗 这就是等一下我要介绍的 那个网站 Xperia 这样有没有问题 就提供该门参考 那既然已经介绍了 就是说 那个 Sky Scanner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要顺便介绍 Xperia 而且Xperia 它还有包含 住宿 它就是说 假设当你机票订完 它就直接问你要不要加住宿 住宿的费用好像会比较优惠一点 那我们就这节课暂时上到这个地方 主要就是让你们先知道一下 可以订那个廉价的航空机票是怎么订的 还有 还有就是 如果说我们今天 那个安排自己的一些行程 例如说那个 路径 路径怎么样去观看 Google Map的一个使用小技巧 就提供给你们参考 我们先下课休息一下 好了 我最后 我等介绍完Xperia 我再教你们影片 YouTube影片如何下载 然后下载放在什么地方 好 那怎么下载这件事也蛮重要的 那我们先来观看 我想要先介绍Xperia Xperia 因为刚刚我介绍SkyScanner 它找出来6120 那可能Xperia也可以找出来6120 或者是稍微更高一点的价格 可是如果Xperia 我建议可以再把住宿也找进去 这样的话你就同时买好机票跟住宿 例如说 你看一下 这个地方它是不是有好多家 像例如说 这边有没有看到一家叫做W-E-G-O 还有机票酒店 对不对 我只是为了要让你们知道那个比价 比价 所以SkyScanner这边机票是比较便宜的 所以我现在开不了Xperia 所以我换开这一个APP 来跟你们分享一下我的使用经验 所以 例如说 它叫W-E-G-O 所以你上面呢就麻烦输入 W-E-G-O 就是这一个机票酒店搜寻订购 我们把它安装好吧 为什么选这一个呢 因为它在台湾地区居然排在第二名 就是锦书那个SkyScanner 因为意识是一样的 然后 下载好 它就去安装 我觉得货比三家不吃亏啊 所以我只是在告诉你们这件事情 然后接下来呢 安装好 这个W-E-G-O 好 我们等一下看一下 W-E-G-O 它所给出来的价格是怎么样 好 那我们现在就点这个开启咯 最后安装好的这一个 会放在什么地方 一定是放在我们的就是APP list的最后一个 好 那我们现在就来去 好 它这边它所提问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那我们是要用 要用 繁体中文 好 然后 接下来呢 接下来我们先不登入了 我们就直接点机票 不用登入 照样可以 照样可以到这个里面 好 我们来去看哦 上面这边是不是有看到单程来回 多程式中转停留之类的 好 我们当然是选择来回 这点要请各位知道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的出发 出发这边看到是台北的松山机场 所以把它换一下 我出发的地方是选择这个台北桃源国际机场 然后目的地 目的地 麻烦请输入英文代码 CTS 就是日本的新千岁机场 好 点选 然后接下来出发的日期 点一下 请找到九月 九月 所以把下面往上移动 移到九月的几号 十一号 因为日期要移至 你才能做比较嘛 九月十一号到九月十六号 然后一个人 因为其实一个人跟四个人 可能这边只会有一个差别 就是买 能不能买到这么多张机票 好 基本上你现在买应该都买得到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这边应该都没有什么问题 那我们就直接点搜寻机票 他就开始找咯 他在非常非常多的旅行社 里面来去找 你有没有发现 他现在找到的结果 乐陶航空6307 这是他找到最便宜的 我忘记 那个Sky Scanner也是乐陶航空 好 6307 那你有没有发现 你有没有发现 这边是不是就差不多差了 180多块 可以了解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不过他这边有 有一点可能要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早 因为这是凌晨三点的飞机 如果你不想要这么早 好 这个时候呢 你这边是不是有一个11点25分 然后晚上8点45分到的 但是他中间要中转 这NGO好像是泰国曼谷吧 然后回来是直航 回来是直飞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所以Sky Scanner 目前是我找机票的话 我的首选是在Sky Scanner 好了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也许你会有兴趣就是 选择这一个 选择这一个机票 例如说6307 你就点下去 点下去之后呢 点下去之后 那我们可以去看一下 他在这个地方 6307 那个是这个 bootgateair.com 然后别家 这是最便宜的哦 这是别家的 trip.com 他是6511 那别家是不是越来越贵 当然你会买哪一家 一定是最便宜的那一家机票 因为相同的时间 相同的航班 相同的机位 好 你知道化位是 化位 我现在我也才知道这件事情 就是 我应该是今年 去年吧 去年我才知道一件事 化位 什么叫化位 就是今年大概是除夕的时候 我们出国去玩 以前是旅行社我们跟团 所以没有化位的问题 对不对 旅行社会帮我们化位 可是现在哦 你自己要出去玩 谁去化位 自己要去化位 对不对 好 自己要在 就是什么时候可以化位 48小时开始 就飞机起飞前 48小时 他就直接提供你到线上 自行化位 有听懂我现在说的意思吗 自己要去化位哦 你又是没有化位成功 你很有可能 一家人四个人 对不对 你就四个人做直的一排 听不懂 通常我们是希望横的一排 还是直的一排 横的一排 对吧 结果现在一家四口 要拆成直的 就是左右两边的人都不认识 而且还是在中间最不好的位置 听得懂哦 记住哦 48小时 48小时 一刚开始可以化票 例如说那个9月11号 那你就9月9号凌晨3点 你就可以开始去化位了 去线上化位 就是你就可以选择 要靠窗户的直排四个 没关系 因为那个时候没人跟你讲 可以吗 凌晨3点 谁为了化位 那个三天半夜 就是在做这件事情 可以吗 化位要自己去化哦 别人不会帮你化位 然后你可以 你可以就是当天现场 两个小时前 是不是要到那个机场报到 对不对 那个时候也可以化位 那个时候化的位置好不好 一定不好 然后 然后因为像我先飞北京嘛 两个多小时 我觉得随便 可是我重点在意的是 我重点在意的是 我飞美国那一段 我就会要求 因为这么长的飞机的 那个飞行的时间 请问你要坐 那个靠窗户 还是靠走道 靠走道 我是选择靠走道 我不喜欢坐在最里面 那个地方 因为没有两位 闲闲没事 打开那个窗户 看云朵的 可以了解吗 那么多个小时 建议就是选择靠走道 那个 我是这样选择啦 所以 我只会请他就是 帮我去化位的时候 帮我去化那一段 一定要靠走道 靠走道 有一个缺点 就是 最好是选择靠窗户的 那个走道 那人会比较少 而不是中间的 反正就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吧 那这些都是 都是当你今天有实际 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 你就会从中享受一些乐趣 例如说 廉价航空你 什么时段买最便宜 你们想不想去学会这件事 然后我就去教大数据分析 廉价航空这么多旅行社 他们都在卖机票 然后到底我应该是 三个月前 下手去买机票 还是两个月前 还是半年前 这都是值得我们来去学 这就是大数据分析 想要跟你们分享的 好了 刚介绍到就是说机票 机票 那如果说你今天 就是想要去住宿的话 我先离开这个地方咯 离开这个 就是说 有很多人他在 他在订机票的时候 他可能会希望说 把那个饭店已定 booking起来 好 所以 我还是觉得 那个Espadia 提供 值得提供给你们参考 因为 他会把订机票跟 还有那个订饭店 这两件事合并在一起 订机票跟订饭店 合并在一起 这是很棒的一件事 可以节省你 就是 就是直接不用分两次来去做这件事 而且 而且你的那个输入资料 你可以节省很多 好 那我们来去观看一下 假设你今天你想要订饭店的话 其实Skyscanner 他也有订饭店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Skyscanner 好 首先 当我点那个新搜寻的时候 这边是不是有航班 跟酒店 租车 好 那 如果说你今天你要租车的话 建议你要先到那个 那个监理站 先把你的护照 先把你的那个 驾照 换成国际驾照 只要换照就可以了 换照 所以有些人 他到日本 日本是右驾 对不对 我们是左驾 照样 没有人会去规范你 就说 因为你是来自左驾的国家 所以你不可以去租车 他不会这样规定 他只会看 你有没有国际驾照 好 那记得要去换照 那我们来看是酒店 因为我们是计划9月11号去 然后那个9月16号 所以我们至少要住 11 12 13 14 15 要住5个晚上 好 所以我们现在去看一下 选择目的地 是不是那个北海道 对不起 我又忘记了 这个地方呢 这个地方 切换书法 切换到中文的 然后接下来我们麦克风 然后接下来我们麦克风 日本北海道 日本饭店这么少 等一下我想换一家 换一个地方 例如说 搜寻 我想要换 假设东京好了 东京 我更正一下 应该要输入那个 刚刚讲的那个 北海道 但是要输入 杂幌机场 杂幌 新千岁机场 所以我先把它删掉 日本杂幌机场 日本杂幌机场 吃饭了 那些转气 可以 吃饭了 这些转气 吃吻 暗 然后接下来输入杂幌 然后接下来就是时间 所以我切换到 例如说这个地方 9月11号到9月16号 它就会自动计算这五个晚上 因为住宿 住宿它是算 只算有住的那个晚上 所以我们是从11号开始算 算到15号 也就是五个晚上就对 11 12 13 14 15 这五个晚上是有住的 所以是五个晚上 然后接下来它这边会设定 就是说看我们是要几间客房 那当然就是一间 因为只有一个人 所以就开始去搜寻 好 五个晚上 你看光是住宿 住宿有19000的 22000的 17000的 所以建议排序一下 排序 依照价格 这个是排序 价格 最便宜的这边 这边 好 11000 但是它没有平级 没有平 我们找一个有平的 据市中心 1.2公里 然后 这个 11000的 我不想你们去日本 在不在意住宿 反正 你住的再好的地方 它的那个洗澡间 都比我们台湾小 一半以上 我不知道台北市 台北市应该 洗澡间还蛮大 你到日本 你就会觉得 它厕所小 什么都小 因为他们的那个住宿 那个饭店 饭店 都很小就对了 好 例如说假设这个 已经1万5了 你就可以点进去 去观看一下 好 5个晚上总共 总共花费 1万5 1万6 总共花费 15396 所以两个人 就是一分为二 所以大概一个人 要花7500 7600左右 然后再加上住宿费 省吃减用 廉价航空 再加上这个平仪的 那个饭店 我想应该 再加上吃饭 2万块应该 可以打发 这五天的行程 这六天的行程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一下 可是前提是 看你买伴手礼 看你的伴手礼 有人买一台 Dyson回来 那就已经超过了 超过了这整个 什么机票 加住宿费用 Dyson的吸尘器 好 提供给你们参考了 那这就是 就是住宿的话 通常我会一并 把它选择完毕 记得如果你要选择 你要选择这一个 那你当然就继续 继续点下去 然后通常 通常这边不是有五张照片吗 可以去看一下 把每一张都看一看 它还有附这个 好 那我想剩下的就你们自己去参考了 然后如果你确定要的话 那就通常我还会再去看 它卧室的情形 然后 还有就是 它的其他的一些资讯 好 我想这边饭店 我就介绍到这个地方 所以你是不是就可以帮你的主管去安排 例如说飞机的行程 还有帮忙安排住宿的地方 那交通的资讯 是不是都可以提供给他去做参考 例如说 你要先做什么新干线 然后到什么地方 好像北海道没有新干线 然后接下来 接下来你可能要 例如说公车怎么做 你都帮他设定好 然后走几步 从哪里走到哪里 需要走多久 是不是全部都可以去写好 然后提供给你的主管参考 好 那这就是一个整个行程的一个安排 你不要小看这件事 像例如说 我们 我的指导教授 他常常飞来飞去 所以他的助理 就会一套这样子完整的流程 帮他去找最适合的地方 而且因为他是公务人员 公务人员还不能飞 例如说 他去美国的话 他一定要走日本韩国 飞到美国去 他还不能走大陆 我不知道 因为他有一些什么 特别的一些规定 好像公务人员还有一种 叫做什么 就是不能延迟的机票 反正就是他指定哪一天 他必须要飞回去 还有他必须要立即飞回去 都当场要买那个机票 好像那种机票特别贵 他说什么 十几万 例如说飞华盛顿 那个机票都是很贵的 我不晓得各位知不知道 因为我 像我例如说去美国 好 我有一次 我买的机票是 两万四千多 然后他就跟我讲说 我飞美国 花两万四千多 我就买好来回机票 他说他 四十年前 台大毕业 他是不是考到 美国Prince顿大学 也在就是 华盛顿DC 他说四十年前 他就已经花了四万多 买的机票 他就问我说 奇怪四十年后 既然机票没涨价 还跌价 我就说 因为可能他飞的是 我也不知道 反正他是飞日本 韩国 然后再飞美国 的华盛顿DC 可是我是先飞 那个北京 然后到了北京 中转完毕之后 再飞华盛顿DC 所以这样价格 还反而少了 一万六千多 这提供给你们参考 好 那我们接下来 我想要介绍 就是说 影片的下载 那影片下载 我就只教 YouTube的影片下载 YouTube的影片下载 可是这一段 要请各位稍微注意一下 一定要使用浏览器 才能够进行影片下载 也就是说 我们 我现在要教 就是如何把YouTube影片下载 对不对 你第一件事不可以打开YouTube 你要打开是浏览器 像我用的是Android的系统 所以 点选 Chrome 就是我第一件事情 是打开Chrome的 好 打开Chrome之后呢 我先把这边就先还原 请问一下 打开Chrome 第一个画面 是不是长这样子 就是 打开那个Chrome浏览器 打开Chrome浏览器 这边是不是会有一个网址 然后 基本上那个网址 是不是就是输入 https冒号写线写线 www.google.com 对吧 就是那个标准的 Google的网址 那接下来 接下来 如果我现在 我要去YouTube 所以这个地方 是不是要去修改 这个网址的地方 是不是要去输入 YouTube的网址 HTT 对不起 我应该要用键盘 记住 在这边要自己打字 所以要去输入 例如说 HTTPS冒号写线 那你可能不喜欢去输入这些东西 至少你要输入 至少你要输入什么 YouTube 对吧 至少你要输入YouTube 所以我现在输入 Youtube 请问我这样是不是可以输入YouTube 然后接下来 Enter 好 然后接下来请你不要点它 如果你这边有出现 你已经安装YouTube 要不要用YouTube打开 不要 如果要用YouTube这个APP打开 我刚刚不就是在外面 我就打开来了 你要记住 如果我今天我要使用那个 我要进行YouTube影片下载 不可以在这个YouTube这里面做 好 我要点下面这个YouTube 然后他这边会问你说 你要透过Chrome来开启 还是用YouTube来开启 可以吗 我们现在这一次呢 这一次是使用Chrome来开启 所以我点这个仅限一次 或者是请用Chrome开启 我重点是说 我外面是不是Chrome 然后里面是不是YouTube 记住 一定要先打开Chrome浏览器 然后再进行搜寻到YouTube 然后接下来 我们来去找一首 或者是找一个影片 找YouTube里面影片 所以点这个搜寻 好 例如说找我的影片好了 例如说 输入 点选 这个按九 对不起 我先把它删掉 孙在阳 电脑教学 搜寻 搜寻 这边是不是有很多影片 例如我现在想要去下载这部影片 因为我下载那个别人的影片 这样会到时候会有侵权的问题 可以吗 但却我下载我下载我自己的影片 那你们可以下载什么 白光的影片 可以下载邓丽君的影片随便 我是说因为我的影片到时候不是要播放出去 所以我播放 我使用别人的影片到时候会有侵权的问题 所以呢我就找自己的影片 然后接下来呢 例如说这部影片一小时27分 好 太长了 我找这一部好不好 九分 九分的影片 这个八分六分 我是想找短一点的影片 好 例如说我找这个八分四十秒的影片 我就点它 好了 重点 我先按暂停 我先要把这部影片下载下来 对不对 现在是不是要把这部影片下载下来 好 那既然要下载这部影片 要稍微注意一下 在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这个地方 是不是有一个网址 所以你点到这个 点到这个网址里面 这是不是刚刚那部影片 这是不是刚刚那部影片 认识键盘 好 点选这个复制 点选这个复制 然后编辑一下它 好 我要编辑什么呢 下载影片很简单 就是把这个 每一个网址啊 网址这里面 一刚开始的地方 是不是有 m.youtube.com 对不对 请你 请你就是 把这个影片所在的网址呢 这个UBE给删掉 会不会删掉 就是滑鼠游标 移到这个 1的这个位置 往前删 往前删 是不是要点它 往前删 1是不是就被我删掉了 再来再删 B 再删 U 它就变成什么 就是 影片哦 影片绝对是 https 冒号 写线写线 开头 然后m点 什么什么 对吧 然后 接下来 一定会有YouTube 把那个YouTube 后面的UBE 三个字母 删掉 删掉之后呢 就麻烦请点 这个执行 注意哦 因为YouTube公司 他自己做的那个 影片下载 好 点选 它就跳到另外一个网址了 你有没有发现 它就跳到 自动跳到下 另外一个网址 这边有没有看到 这边有一个叫做 MP4 因为我要下载不是音乐 不是声音 如果你要下载音乐 你就点MP3 可是我要下载是声音加影片 所以声音加视讯 所以点选这个MP4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这个地方质量 质量有没有看到 720dpi 建议都选到最高的 720应该就是蛮高的了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 你把下面往上拉一点点 这边是不是有一个叫做 记录MP4 请点它 它就开始下载了 等我一下 我快讲完了 这边快讲完 因为它现在正在处理 然后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它正在下载 在哪里会出现下载呢 因为你现在一看 它有在下载吗 你会觉得它好像没有在下载 等一下它是在这个地方 会出现那个下载 就一直往下 一直往下跑 那个下载图示 等一下 应该它会快跑出来了吧 因为我刚刚下载了 那个白光的影片 两分多钟 它需要花一点时间 这些都不要管它 这些都不用管它 它正在处理录音时 请告诉您的朋友 什么 yout.com 先不要管这个 奇怪 怎么那么满 这个中文简体 中文简体 麻烦请把它关掉 它好像已经下载完成了 有看到吗 它说已经下载好了 那接下来你就会 会好奇一件事 这个已经下载好了吗 那请问它在哪里 对不对 好 记不记得刚刚那个相片 我们去下载科批市长的相片 它会放在什么地方 就是相同的位置 好 所以我现在 我先点这个 就是home键 然后接下来呢 去相片集里面 相片集 相片集这个地方 这个 我刚刚是回到上页了 然后这边是不是有一个 叫做下载与截取画面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个就是我刚刚下载下来的 所以点它 播放 是不是就会有完整的这一部影片呢 而且呢 你一样可以把它 比如说转一个方向 来去播放 来去播放 好 那以上就是一个影片啊 如何从那个网站上面下载下来 记住 记住 我们的下载的方式 一定要先到 例如说 Chrome浏览器 或Suffer浏览器 然后进行档案的下载 那下载的方式蛮简单 就是把那个 最前面 网址最前面 它是不是有一个 UBE 请 请把Y-O-U-T-U-V的 U-V 删除掉 就好了 可以吗 然后 剩下就是 那你这部影片放在什么位置 一样 Android系统 HTC 它有 相片集 就放在那里面 反正像面积里面 它就只会放什么 声音啊 影片 相片 这些东西 都会在那里面 好 所以 如果你下载是MP3 一样也会在那里面 好了 那同学 你有什么问题 老师长 我问了 最前段的那个 就是我开那个 Chrome的电童页之后 嗯 这YouTube的那个网页 要怎么显示出来 我是工具页上的 对啊 可是 如果用iPhone 它就直接 上面就会有网址了 我也是Android的 我现在是用Android来操作的 如果是用iPhone 那是最简单的操作 因为我不太可能准备那个 二三十只手机 来去教这件事 所以 你现在应该卡在是这个地方 对不对 Chrome 等一下 那我再重新做一次 我再重新做 我可以 还可以做一次 因为四点二十分嘛 我再做一次 因为 因为我不太可能去拿 每一个同学你们的手机 这边那个网址 是很重要的重点 我是先复制再去编辑 来 我先回到 回到Chrome的首页 我先回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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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rome的首页 会吗 好 到了 Chrome首页 然后接下来呢 接下来一定要 透过 它这个网址 透过这个网址 输入YouTube Y O U T U B 你最好是打什么 www.youtube.com 为什么呢 因为 我们的手机 都有YouTube 不可以点这个App 它说这个App 才有已安装 不可以点这一个 一定要点这个YouTube 有看到吗 YouTube 要点下面那个YouTube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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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点下去 会点吗 不可以点上面那一个 对 这样的话我又要跳讲后面 是吗 稍微等一下 在那个动作稍微等一下 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 你不可以点App 不可以点App 你点App等一下就会下载失败 就不能下载就对了 好 所以要点这个 下面这个YouTube 不可以点这个App 不可以点这个App 然后接下来要透过Chrome开启吗 是的 不可以透过App开启 这边又有一个会干扰你的音质 这边透过Chrome开启 仅限这一次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知道你下一次是不是真的要继续使用Chrome来开启 好 所以请点 仅限一次 好 那不然 不然这样子好不好 你在最上面这个地方 直接在这个地方 我们直接到那个Chrome 这上面 直接到这上面 直接在这上面打Chrome 才可以 不是刚刚不是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地方 那就直接请你乖乖的打王子 HTTPS 冒号 应该点选最下面那一个吧 点选最下面那个就会有出现王子 点选最下面那一个 点选最下面那一个是什么 他不是有适合吗 可能没有提醒这个 提醒这个 这个给我 但是我直接打 要直接打Chrome W才可以啊 一定要打Chrome W才可以啊 这个 那我们刚刚那一个 YouTube 那我们刚刚那一个 那我们刚刚那个 YouTube 先到 先打看你的 YouTube 那你刚刚那一个 YouTube 那我刚刚那一个 YouTube 那说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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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我们选第四个 選這一個 選這一個 我先回去 到這個地方 好 然後 這裡是不是輸入 Y O U T U B E 然後選 可是 你剛剛選的好像是有 加一個什麼Dashboard 對不對 我的又跟 你們的不一樣 你看我這邊我就有跑出來 然後 我選擇其他用 我就是不要用YouTube就對了 好 點選Chrome 然後接下來 接下來我要在這個地方喔 我要在這個地方去搜尋 搜尋 可以嗎 搜尋 然後輸入我的姓名 然後這邊我就隨便找一部影片 準備來去做下載 例如說現在我下載這一部 我要下載這一部 所以就點它 點它之後 上面它是有網址的 我要是這個網址 叫做電腦 叫做電腦 收錯 入門 另一件事情 我們現在就不會 如何進入 過程 如何進入 過程 首先 我就叫它打開過程 那 那接下來我就點上面那個網址 可是我真的有出現耶 然後 然後在這個地方 我會選擇 就是我點那個網址 點最上面那個網址 我就選這個複製 複製 然後再點這個編輯 它網址就上去了 就是你要先點一下上面這個網址 然後這個時候就把這個YouTube 後面這個UBE給刪掉 所以是往前刪 往前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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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YOUTBU YOUTUBE 請把那個UBE三個字母刪掉 然後再來去執行它 記住在這個地方 在這個地方我們要選擇的是MP4 MP4 那質量請選擇最高的720 然後你就可以點這個記錄MP4了 它就開始去下載 先把這個這個關掉什麼中文簡體翻體關掉 下載好了 下載好了 如果你等一下沒有辦法成功下載 你再來問好不好 因為我們要下課 那下載下一個影片我還是要把它教完 就是下載下一個影片放在什麼地方 我剛又再下載了一部 我剛又再下載了一部 叫電腦操作入門的課程簡介跟講師介紹 所以我已經下載完了嘛 我就先回到首頁 那這部影片放在什麼地方呢 放在相片集裡面 記住哦 左上角這邊要切換到下載與擷取畫面 第一部就是了 這就是剛剛我下載下一個 播放 可以轉一個方向來去播放 好 甚至還可以去畫照 叫做 電腦操作入門的課程 我們就先要 好了 嗯 時間也過得很快哦 我們今天大概就告訴你們幾個APP 它怎麼樣的一個操作的方式 各位還有什麼 印象嗎 除了這個影片下載 如果等一下 你不會 那你就留下來 我再告訴你 怎樣去抓那個網址 記住 記住 這個是影片下載 這個影片下載 好像大家都很喜歡 因為 假設我喜歡鄧麗君 我就想辦法去希望把 他的一些影片下載 變成自己的 自己看 對不對 記住 不要把它當作是商業用途就好了 好 那 那再來就是我有教各位 廉價航空的機票怎麼購買 還有就是 如何 如何去 找住宿啊 還有記得要貨比三家 另外 各位你們 可能還會遇到就是說 假設我們今天機票買好了 可是實際發生的事情就是說 我到那個城市 我要怎麼去這件事情 Google Map 還有一件事情 我還沒有交 可能要下一次我們才能交了 因為 你到了當地 你不會說日晚 對不對 那你要怎麼跟別人溝通 對吧 就是 你要問他說 例如說 那個 請問一下 什麼藝人拉麵怎麼走 你不會講日文對不對 那你講中文他也聽不懂 所以我覺得溝通 是不是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所以下次我再跟你們介紹 這就是一個完整的 完整的一個流程 那還記得早上我有告訴各位 為了保護自己的安全 像 Who's code 是不是也很重要 還有像例如說 你針對自己的一些安全性的設定 我希望說你們 多多少少要知道 就是說 如何保護自己 好 那個手機 手機要加密碼索之類的 像iPhone 他就是要求你設定那個指紋辨識 好 那我想 這都是手機的一個應用 希望就是說 你們回去的時候呢 可以再去思考一下 就是說 像我的想法是說 我們還有一些公務上的應用 有些人他會拍照 拍了一張自己的證書 那證書拍出來就是 就是不是證證 不是長方形 不是標準長方形 那又應該怎樣去截圖什麼之類的 好 那我們就星期五再跟各位分享囉 今天我們就先暫時上到這邊 如果沒有問題你就留下來 如果沒有問題的話 麻煩幫我關機 好 那我們今天就先在這邊告一個段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 谢谢大家